12月26号是毛泽东的名诞 中共媒体报道 很多游客赶到毛泽东的家乡 湖南韶山参加相关的活动 学者指出 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毛泽东 至今依然被一些人奉上神坛 是中共渔民教育和前置出版的结果 同时 中共领导人如果否定毛泽东 等于否定了毛泽东进行的 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政策 等于否定了中共 据新华网报道 26号韶山村村部大楼的餐桌前 坐满了人 游客在这里可以吃到免费的福寿面 曾经被打为右派的老作家铁刘认为 纪念毛泽东的活动 是当局舆论引导的结果 文化大名到了现在的几十年了 文化大名就否定了 但是当局直到今天 也不愿意成毛泽东所分下的罪行 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终于想把毛泽东当成人神来稳固他们的政权 铁刘认为国人对毛泽东认识不清 很大一个原因是钳制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 中共虽然宣称对毛泽东的功过三期开 但是对于毛所作所为 做独立深入的思考 则被列入禁区 中国独立作家赵大公在德国之声撰文说 有一次乘火车售货员在车厢里专门兜售毛泽东纪念品 我实在忍不住了 站起来厉声呵斥道 毛泽东是个大屠夫 是个罪犯 你知道吗 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毛泽东而受到迫害 你的亲戚呢 六十年你们家人或亲戚有没有被饿死 请你出去吧 不欢迎你的宣传 这个售货员竟然不敢正眼看我 一声不吭 灰溜溜走了 再也没见他出现 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延林表示 盲目崇拜毛泽东是愚民教育几十年的结果 但是他们找出了对象 这个人不是神 而是一个恶魔 他当然不能保护你 而且是在从他执政到他去世 有千千万万的灵魂被他和他的这个组织传杀了 铁流认为这种盲目崇拜现象也是一种商业投机的结果 因为中共当局默许和支持跟毛泽东有关的商业活动 商家不会把刘少奇或陈独秀作为商品投资热点 因为当局会制止 中国独立作家赵达公撰文指出 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联产责任制和市场经济 在政治领域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和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 但是并没有像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那样彻底否定毛泽东 原因之一是毛泽东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共的恋名 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共 另外毛泽东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乌托邦式的经济政策 许多中共领导人包括邓小平自己都支持并参与了一系列罪恶 如反右运动 邓小平不敢否定自身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 彻底否定毛泽东会有执政危机 新唐人记者秦雪王明宇采访报道